而针对立院内政的联席会议在国民党立委缺席 民进党立委主控之下 宣布撤回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 要求两岸重启谈判 但大陆的环球时报昨天则是发出了社评 表示大陆应该要公开表达 绝对不会和台湾二次谈判服贸协议 台湾呢要不然就接受协议 要不然呢就彻底的撤回协议